一个女人到了中年的时候 可能容颜有了一些变化 心境也有了一些不同 但这并不代表着这个女人心中的爱情就已经熄灭 很多中年的女人也是特别渴望爱情的 所以当男人喜欢让一个中年的女人的时候 也要大胆地去聊 而不是放弃 在聊中年女人的时候也要掌握技巧 因为中年的女人和小姑娘是不一样的 追求一个十几岁的姑娘 要用前言蜜语追求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 要用鲜花追求一个中年的女人就需要用心了 所以在聊中年女人的时候 要用心做好下面这三件事 少说废话 多陪伴对方 中年的女人内心是比较强大的 但是内心的某一方面也比较柔软了 一个中年的女人也是比较孤独的 因为一个人到了中年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的人都有了家庭 所以你的姐妹们也有了家庭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要想和你的姐妹们在一起逛街 会变得非常的艰难 因为人家也有事情要做 于是在这个时候 中年的女人身边就没有几个能够陪自己的人了 当一个人孤独的时候 就很需要别人的陪伴 所以作为一个男人 你如果默默地陪伴在这个女人的身边 女人也会对你有所好感 中年的男人要想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的话 就一定要对这个女人付出一些时间 如果说你不会为这个女人付出时间 但是你会在嘴巴上面不停地去撩动对方 时间久了 对方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是一个巧舌如簧的人 也不会再相信你了 三毛说个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如果两个人是在谈恋爱 但是这两个人并没有时间在一起 说明这两个人的爱情总有一天也会枯萎 只有两个人经常在一起 两个人的感情才会越来越好 而且中间也不会有其他的人来打扰两个人的感情 尤其是第三者来打扰两个人的感情 多帮助对方 男人在爱情当中一定要懂得去帮助女人 男人如果还没有和这个女人在一起 也要通过帮助对方这样的方式去感动这个女人 一个中年的女人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男人可能觉得自己说一些好话 会对两个人的感情有帮助 其实女人更在意的是这个男人为自己做了什么 有一个主持人说过 以前我谈恋爱的时候 总是用耳朵现在我谈恋爱的时候会用心 并且用心去感受 所以说有的时候 其实如果你只是想着用甜言蜜语去哄骗对方的话 对于一个小姑娘来说是比较管用的 但是对于一个已经经历过爱情的中年女人来说 这些是不管用的 而且你这样的做法会让对方觉得特别的反感 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你什么都没有为对方做过 对方遇上一些事情的时候 依然是自己扛着 你只是给对方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时间久了 对方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是在消耗自己的时间 也是在欺骗自己的感情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对方非但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反而会觉得你是一个坏人 而且会离你远去的 所以和中年女人在一起的时候 一定要懂得多帮助对方 另外一方面 中年女人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当这个女人遇见一些困难的时候 你不要袖手旁观 如果你袖手旁观了 说明你这个人是一个没有责任和担当的男人 而且你也会失去这个女人 舍得为对方花钱 中年的女人是不缺钱的 因为一个女人到了中年的时候 这个女人肯定会有一些存款的 除非是这个女人是那种得过且过得过日子的女人 当一个女人有了一些存款的时候 这个女人在花费上面 其实也会变得稍微的自由一些 所以想要什么的时候也会自己去买 那么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男人们一定要跟着上女人的花销 如果说女人对自己非常的大方 可是你对女人却非常的抠门 女人得自己买的东西都是非常上档次的 而你给女人买的东西却是地摊货 那么女人心里面会有很大的落差 会觉得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之后 自己的生活质量会降低 所以就算是心里面喜欢你 也会对你万而却步 一般情况下 一个中年的女人的追求对象 往往也是中年的男人 如果你已经是一个中年的男人了 可是你还不舍得给女人花钱 那说明你这个人是有问题的 当然点女人花钱并不代表着什么都给女人买 而是该花的钱要花 比如说两个人吃一顿饭 可能就花了一百多块钱 那么在这个时候 男人就不要再抠抠嗖嗖的了 女人过生日的时候 男人也可以送给女人一个蛋糕 可能这个蛋糕只有几十块钱 但是要让女人觉得男人已经很用心了 这样就足够了 聊中年女人的时候 一定要用心 因为一个女人到了中年的时候 女人经历过的事情也比较多了 经历过的男人也比较多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中年的女人是不好骗的 有一句话说 人间正道是沧桑 在爱情当中也是一样 如果在一段感情当中 你想的都是一些坏主意 到了最后 你们两个的感情是有史无中的 但如果在一段感情当中 你想到的都是要为对方好 那么你们两个的爱情才能够长长久久 缺爱的人 内心总有一个角落 是阳光照不尽的地方 那里没有花开 没有葱绿的颜色 有的是胆怯 和安全感 以及过分的自卑 男人看似坚强 其实他也有属于他的脆弱 属于他的烦恼 而最好的爱 是理解 是治愈 男人有以下行为 是缺爱原因 多关心他 他会更爱你 他很喜欢吃醋 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我认识一个写手 他说他的男朋友 很喜欢吃醋 非常没有安全感 有时看到他和朋友去聚会 他就会询问 到场的人是谁 是男生还是女生 他去见客户 回家太晚 他也要询问去见了谁 在哪里需不需要他去接他 而他从不撒谎 参加朋友聚会的时候 他总是带着他 去见客户 太晚了 他就会让他去接他 让他安心 男人在感情中 越是患得患失 越是没有安全感 就意味着他爱你很深 同时也说明了他内心去爱 看到你与其他男人 有说有笑 他心中总有一股担忧 害怕你被别人追走 看到你和别人的男人 走得太亲密 他就会暗暗生气 开始吃醋 张爱玲说 有人说平行线最可怕 但我认为最可怕的是香蕉线 玲玲他们有过交集 却总会在以后 某个时刻相互远离 而且越走越远 男人爱吃醋 是因为他在乎你 看起来是他小气 有些无理取闹 实际上是他没有安全的 内心缺爱 女人 别生气 要在乎他的这些小情绪 当你一次次坚定爱他的立场 他对这段感情的信心 也会越来越足 你太过优秀 他抱怨自己没有能力 醉食人间殷火色中的景圈 很喜欢思青 他知道思青是个独立 有主见有能力 且特别坚强的女人 但真正爱上他之后 他对自己的决定会产生质疑 他回归田园 一心坚持做手工艺制品 保护这些手艺不失传 但做这些赚不了大钱 一个人的时候 一个人的时候 他觉得钱够花就好 自从爱上了思青 他就害怕怕自己的积蓄不够多多 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 甚至想放弃自己的梦想 去赚更多的钱 让将来的生活有更多的保障 在感情中 缺爱的男人 见自己的爱人太优秀 他会很容易自我怀疑 怕自己给不了他守护 给不了他美好的未来 因为缺爱 内心总是底气不足 对自己缺乏自信 为了获得女人的认可 他会努力去提升自己 不断去奋斗 在他眼里 你是完美的 是最优秀的 他害怕失去你 他给不了你幸福 在感情中习惯讨好你 不表达自我 王小波在《爱你》 就像《爱生命》中写道 我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 连同他的怪体 耍小脾气 忽明忽爱 1800块毛病 他真讨厌 只有一点好 爱你缺爱的男人 有一个典型的特征 在感情中 很容易陷于卑微的状态 在与女人相处的时候 会习惯把自己放到低的位置 习惯讨好女人 试试迁就 比如她会关注你的一举一动 习惯性地照顾你 你喜欢的 她一定会想方设法得到 然后送给你 为了让你开心 什么事情都会答应你 习惯性地迁就你 希望两个人可以一直在一起 与你生活在一起 即便对一件事有不一样的看法 不一样的意见 她也会为了成全你 而选择不表达 其实要想让一段感情走得长远 两个人相处时必要学会表达自我 互相尊重 一方各分地讨好 另一方付出少了 就会导致两个人的感情不平衡 时间久了 就会容易离心 爱情就像是一束光一样 能治愈一个人 尼宁在赐我理由 在披甲上阵中写道 能给人以安全感的 从来都不是爱 而是偏爱 男人缺爱 也许是因为他遭受过 原生家庭的伤害 或是在感情中被欺骗过 他特别希望 有一个人能一直爱着他 与他不离不弃 如若你发现男人 有缺爱的表现 可以多去拥抱他 多表达爱意 让他感受到你坚定的爱 用你的热情和浪漫 把他的心填满 给予他更多的安全感 他会一直爱你 这辈子都不会变心 手机就像是一个人的影子 通过手机 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个人的喜好 还可以看出与他关系最深的是哪些人 手机会用来常与别人联络 交易甚至还会用来储存照片 信息男人心里有没有别人 手机知道 男人心里有了别人 手机随身带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朋友聚会 其中有一个朋友的丈夫的手机 总有信息进来 他想看一眼 他立刻把手机吸平 说最近他加入了一个卖东西的群 很烦人 他迅速拿起手机 设置了免打扰 手机总算安静了下来 示范期间 他有电话进来 他看了一眼手机 立刻按了拒接 过了一会儿 电话又响了 他拿起手机 就走到了离我们很远的地方 去接电话了 当时有人开懒笑对他说 你老公手机不离手 莫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果不其然 不久后我们就听说 我们就听说 他的丈夫背看了婚姻 已经在着手准备离婚了 男人的心里有了别人 他会很害怕被自己的妻子知道 而手机里 藏着他与另外一个女人的信息 照片着 就像是一个会爆炸的秘密 他会格外小心 听命守护 男人不敢让你知道他的手机密码 不想让你看他的手机 对你有很强的防备心 这样的状况 有很大的概率 是他平凡的和一个并不想让你知道的人联系 而这个人 大抵就是他的婚外恋人 男人有了二心 手机里会有痕迹 手机是现在每个人都离不开的 必备工具 不管是聊天上网 还是记录一些重要的文件信息 都特别的方便 如若男人变心了 男人变心了 他要与婚外的女人落 一定少不了手机的支持 如若翻阅他的手机 就会发现 就会发现 在他的相册中 会有他们的合照 微信里 有很多两个人的聊天记录 通信录中 通话往来最多的也是他 即便男人会下意识地删除他们之间的信息 但一定会有遗漏 手机里一定有他与那个女人联系的痕迹 当然有一种男人被看婚姻后 为了防止妻子发现异常 他会每天清理手机 把所有痕迹清除 让手机保持得特别干净 这样的男人也一定有问题 真正爱你的男人 真轻信任你 不怕你翻阅他的手机 他不会天天去删除信息 不会把自己的手机删得过于干净 手机里没有太多属于一个人的隐私 男人敢毫无保留地让你查看 才是一心一意地与你经营感情 没有一点杂念 男人爱上别人 手机会防着你 三十而以中的许幻山 结婚后他没有管住自己的心 喜欢上了林友友 在家时当他看到林友又给他发消息 他立刻紧急地查看妻子顾家的反应 看他有没有注意到他的手机 为了和林友友联系 他会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去洗手间 或是躲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偷偷描手机 看到林友友发的甜蜜信息 他的嘴角会不自觉地上扬 对着手机傻乐 他接打电话时 变得小心翼翼 害怕在妻子面前露出端倪 男人的心从妻子身上 转移到另外一个女人身上后 他会开始防着你 查看他的手机 就比如睡觉 洗澡他都会带着手机 生怕被你发现什么秘密 他越来越重视手机 不管干什么都不离身 其实有时女人发现丈夫背叛他 并不是看了他的手机 而是他紧张手机的样子 让他知道他动机不纯 心里做了别的女人 《爱是创造的火焰与灵感》中写道 秘密对爱永远是公开的 男人真的爱着你 会对你坦诚 不会对你有秘密 他爱你 他的手机不会对你设防 他会大大方方点你看 你可以随意查看 他手机里的每一个角落 我爱你的男人 手机就是他的私人领地 不管你怎么要求 他都不会向你开放 他会议存在他 他会议存在的